从华硕AC86U到红米AX6000再到TP-Link 3010一个比一个便宜 那这次算是升级还是降级呢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TP-Link AX3000路由器的开箱 我利用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华硕AC86U红米AX6000 还有这款TP-Link AX3000这三款路由器实际使用的一个主观感受对比视频 到底是升级还是降级还是务实 下面正式开始 华硕AC86U我用了三年多 前几天还发了一个风箱视频 我还会发一个如何调教让它变得更好用的视频 我开始选择的是红米AX6000用它来替换华硕AC86U 可是到手之后用了三天我就把它退了 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温度太高了 待机的外壳温度有40多度 我把这个截图发给他们的官方客服 客服说让我退货 后来我就花了249块钱买了个TP-Link AX3000 型号是3010 从五代Wi-FiAC变成六代Wi-FiAX 这是升级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从华硕变小米这是降级 再到200多块钱的TP-Link 那就是降级中的降级 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感觉这是务实 咱们买东西都是以实际需求出发 我的需求就是家用 我之前买华硕AC86U主要就是因为网上很多人说这个路由器不错 能刷固件有USB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也没用过 于是花800多块钱买了一个尝试了一下 确实不错 很高大上 做工也很好 固件也很好 功能也很多 但是吧 对于我个人需求来说 或者一般家庭使用来说 很多功能都用不上 比如说 有一个叫链路聚合的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有现在的路由器很多都说是2.5G网口 我感觉那个也没什么必要 这种路由器比没有它的还得多花100多块钱 其实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 散热和信号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要散热呢 因为像这种电子元器件都会发热 但是温度如果特别高的话 会导致不稳定 但是不稳定有点玄学 它有时候能用 有时候不好用 所以说这个不好说 但是这也是一个规律 所以我尽量不选择温度特别高的 这个红米AX6000 网上已经有很多人说过它很热 我没想到的是它带机也很热 我只挂了两个WiFi设备 而且根本没有进行数据交互 就已经热成这样了 怪不得网上有很多 小米红米路由器的散热器 光一个散热器就得花100多块钱 咱们不能说它功能不强大 确实很强大 那也得看使用群体 你有多少个设备 你用它来传输什么 才有必要买这么高性价比的东西 并且给它加一个强大的散热底座 对于我来说 我感觉这个TP-Link 挺符合我的实际需求的 我的手机连5G Wi-Fi 我的苹果笔记本也连5G Wi-Fi 只有这两个设备 我老婆和孩子的手机 iPad连的是2.4G的Wi-Fi 剩下台式电脑 网络硬盘 还有PS5 这些都是用网线连接的 95%以上的使用场景 就是这几台设备 所以说2x2的MIMO 对于我来说也是够用的 像华硕AC86U的4x4 MIMO 红米AS6000也是4x4的MIMO 对于我的使用需求来说 没什么必要 2x2就够了 下面说说信号 我感觉5G Wi-Fi信号 华硕AC86U是这三台中最好的 这三台路由器 我都放到了同一个点 同一个高度 在卫生间信号是最差的 但是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 华硕AC86U的5G Wi-Fi 确实是最好的 但是红米AS6000和TP-Link LINK3010 虽然看上去网络连接速度 不如华硕AC86U 信号差一些 但是实际使用来看 也没什么区别 可能还要更好一些 这个上哪说理去 华硕AC86U的2.4G Wi-Fi是不好的 这个网上已经有很多人说过了 我的使用感受也是这样的 所以平时我基本上不用2.4G的Wi-Fi 红米和TP-Link 这两个路由器的2.4G Wi-Fi很强 但是我不用 我让他们用 最后说说这个固件 红米AS6000和华硕AC86U都可以刷固件 我在AC86U上刷过很多固件 它自己的 梅林的 光改的 我都刷过 而且这三年几乎用的都是梅林光改固件 确实不错 里面的功能很强大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里面的功能 我只用到了几个 一个是我能看见温度 第二个是 可以很方便的做一个虚拟内存 因为这个机器的内存只有512兆 可能运行不稳定 需要给它加一个虚拟内存 才能让它使用起来更稳定 所以这个功能也是为了给它加固用的 如果它本来就很稳定 我就没有必要刷这个固件了 省着天天看温度 看虚拟内存 做虚拟内存 还挺麻烦的 另外它那个固件里面的功能 真是太强大了 包括什么澳大利亚 什么这个那个的 很多 但是用不上 对于我来说用不上 估计对某些专业人士来说 才能用得上吧 所以说这个不适合 像这种普通家庭 普通用户 普通小白 我估计还有很多家庭 他们对电脑的需求都不如我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把 不适合的产品推荐给不适合的人 华硕AC860U有两个USB口 一个是3.0 一个是2.0的 另外一个口 我给它加装了一个风扇 这个风扇的目的 也是为了给它解决散热问题 说白了 还是它本身运行不稳定 才会这么做 如果它本身运行很稳定 温度很低 那还至于我费这么多力气吗 这么麻烦吗 我看有很多人关心 华硕AC860U是不是断流 因为我平时不玩手游 所以说也看不出来 手游上断流 我用的这些设备 平时刷朋友圈 看看视频 还没有遇到断流的情况 我估计跟我增加了虚拟内存有关系 也有可能跟你们 使用的中端设备有关系 也有可能跟我不玩游戏有关 说到这 这三台路由器都热 我感觉最热的就是 虎米的AX6000 不能叫热 应该叫烫手 其次是华硕的AC860U 因为TP-Link 3010也挺热的 摸外壳 和AC860U差不多吧 除此以外 我还摸了一下联通的光猫 也是温温的 还有西部数据的网络硬盘 它也是温温的 都有点热度 其实我想说的就一条 咱们先把贵贱价格高低 放在一边 首先明确需求 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当然了 如果我想体验新鲜东西 没用过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需求 虽然用不到 但是我想尝一尝是什么味道的 尝一尝使用感受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对于普通家庭用户来说 一二百块钱的路由器 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对于二百多块钱 WiFi6路由器 我还是推荐 我现在用的这个TP-Link 3010 虎米AX6000 除非你真用得到它的性能 给它加一个散热器 也是没问题的 也是不错的东西 另外我还看了一下 它们之间的固件 固件的界面 华硕真牛 很专业 一看就是高大上 虎米AX6000的那个界面 相当凑合 一看就是像小学生 或者中学生 因为TP-Link比它还要简洁 那个才是小学生 话说回来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简单点更好 我更喜欢TP-Link 3010 因为那里边没什么功能 我也省着经常上去去看它 连个温度显示都没有 只有修改密码 看看连的几台设备 就行了 也省了我很多心 因为它不能显示更多信息 我就不想去看它了 就放在那了 爱咋咋地 从华硕AC86U 到鸿米AX6000 再到TP-Link 3010 从800到500 再到249 一个比一个便宜 那这次算是升级还是降级呢 对于我个人使用而言 最后的最便宜的 TP-Link AX3000 是最好用的 从信号到稳定性 到反馈速度 到上传下载的速度 都不错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常用的操作 那就是我用手机录的视频 大概几百兆上记 要通过无线的方式传到台式机 或者是苹果本上 苹果本也是用的WiFi 在之前的华硕AC86U上 最大速度也就230Mbps 或者450Mbps 但是在鸿米的AX6000上 它的速度能跑到80Mbps 780Mbps比较正常 后来我在TP-Link AX3000上测试了一下 也基本在50Mbps到80Mbps之间 这个要得益于WiFi6了 因为华硕AC86U是WiFi5的 我的手机是支持WiFi6的 在连接WiFi5的时候 它的连接速率是866 在连接WiFi6的时候 它的速率是1200 这是有区别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各位 给各位参考吧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